近日,据相关媒体报道,北约舰队打着消灭潜在危险的旗号,进入了黑海地区。 这一次北约行动的规模,可以算得伤势声势浩达了。不仅对外直接宣称,此次进入黑海,是为了抵抗来自俄方的威胁,并且该舰队配备的战机也是目前北约性能最优良的战机。 针对北约的这一行为,俄官方对外宣称,俄方不惧怕来自任何国家的威胁,并且搭载了超音速导弹的战机也早已经做好了待命的准备。 对此,有专家分析指出,俄军的这一战机因为配备了超音速导弹,将会大幅提升俄战机的时效性与隐蔽性。 北约基本上无力对其进行拦截,虽然一方面北约对外一直宣称,其担心俄方的军事部署威胁到整个区域安全,所以才不得不采取行动。 但是另一方面却根本无是来自俄方的警告,在黑海地区,目前已经驻扎了好几天,舰队的战机也一直在该海域巡逻从内间断,最近,该海域似乎被打破了宁静。 据媒体报道,北约日前在该海域巡逻时,英方战机成功拦截了一架俄军侦察机。 据悉,当这架俄战机一进入该海域上空时,英方战机就迅速升空,仅仅跟随观察该架战机。 双方并未发生正面交火和摩擦,两架战机军在射程之外,由此可见,俄军这架战机的任务,仅仅只是来试探一下北约军队。 对于该起事件,俄方并未作出回应,外界普遍认为,可能这与俄方正在筹备的阅兵有关。 日前,俄方在积极筹备在几天后举行的阅兵典礼,众所周知,俄方在阅兵典礼上,都会向世界展示俄军最先进优良的装备与精锐部队,而一到这个时候,北约都会坐立南安,想要抓到俄方的把柄,对其进行制裁,对此俄方也早就习惯了。